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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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长程固然比较大 而且它的功能和燃料 也有理由会更接近太空技术 因为你提到长程 一定是推力要大 如果你是执行太空任务的火箭的话 你起码可以最后做到推力大 令到你的速度最后超越了每秒8公里 甚至到每秒11公里 才可以离开地球的引力 所以首先一定是太空技术 它选取的燃料和军事技术一定会有些不同 我不知道Larry 你在军事方面 以你们所见的就是说 短程中程长程的导弹 它那支负责大的那支火箭 通常是会用到什么的燃料 通常他们用固态燃料 固态燃料的好处就是 第一它就不用说临发射之前 还要去注入燃料 那变了就隐蔽性就高 而且它的载台方便 就是我放了下去 我什么时候发射都可以 例如我放一架导弹发射车 就是放上去 然后我放在潜艇也行 我放上去一个水面的栏也行 就有一个发射箱 发射也行 所以隐蔽性高 储存也方便 所以导弹就有一个方便性 还有导弹就叫出奇不异 就是不可以摆明 让你看到我射你 但是火箭就好些 火箭可以 我说了哪天发射 其实我都要出通知 大家都要知道 在天上发射 所以隐蔽性就不是它最大的考虑 可能就是陈博所说 推力的一切 没错 你军事上它要有隐蔽性 于是使它选择的燃料又不同 然后在太空上面 我都会认为是的 你第一个考虑的是 推力够不够漂亮 够不够大 够不够准 是吧 甚至乎如果你 亦都预认了周围有人去看 亦都不想去令到周围 环境太过有害的时候 你那个燃料选择 会不会有些大量的有毒的东西 会被灰烟了 破坏了周围的环境 那都是一种考量 其实你就算是军事也是 你不是说是为了保护环境的理由 你发射那里太多有毒的东西 你基本上影响周围的人的操作 甚至乎也很容易 就像你所说的隱蔽性问题 你发射一个地方 就令到那里难得一大地方 那你只是告诉别人 你在哪里发射这么厉害 是吧 是吧 那我由你刚才提到的 那个军事用途的火箭 它的固态燃料开始讲起 那我也同意的 固态燃料呢 其实它的顾名思义就是 一堆燃料 燃料在这里 我想很多朋友如果熟悉到这些化学东西 都会知道的 就不是只是说一些 好像我们的车里面的汽油 那些意思的 是因为它要把那个燃烧 控制到它最猛烈最准 那于是乎 它除了有那些燃料 提供能源的那些燃料 就是在化学上 里面已经承载着很多 攀带很多能量的燃料 但是通常这些燃料 是有另外一些东西 才能够将它的能量释放出来的 其中一样就是 如果你烧的那样东西是碳 的话 碳和氧结合就会出而氧化 但是出来的过程 是一个燃烧的过程 那氧本身就是一个氧化剂的作用 它这个氧化作用 其实就是如果很激烈地做的时候 就是燃烧 甚至乎是爆炸 就帮你将原本的碳 那个结构 属于内藏能量比较高的一些化学 变成一些比较能量低和低阶的东西 就是由碳变成二氧化碳 就由原本的内鋁能量高 变成内鋁能量低的东西 这些东西 我就不会尝试用一些很专业的化学术语来说 其实如果真是化学很专业的人 就会觉得 我用的那些字很不够标准 那我们大约这样去理解 就是说 你真的在用这个火箭推进的时候 除了你有一个攜带能量的燃料之外 你还要提供一些 是提供到氧化作用去助燃的东西 如果用我们平时一般人的话来说 就是助燃的东西 你只有一堆汽油在这里 你迫着不让氧气进去 它会消不上 火箭燃料都一样 尤其是这些化学东西 但是是不是一定要是入氧气呢 可以是可以不是 很有趣的 读法学的人就会明白 我们说要加一些助燃剂 或者英文甚至乎就叫Oxidizer 是不是一定要是Oxygen呢 可以是 但是说臭氧可以吗 更好 但是其实这些助燃剂 在化学上通常就是泛指什么呢 就是泛指很有能力 将其他那些元素里面的电子 拔走的一些东西 它会带来一个叫氧化效应 将别人的外围电子 拔走的一些这样的化学物 通常我们就会统称它叫做助燃剂 或者英文 就会有时候混淆一些就是Oxidizer 那氧可以是其中一种 有时会用到一些 甚至会用到消酸 那有些就会用到一些叫做 Nitrogen tetraoxid 就是N2O4 这样的东西 那里面可以是含有些氧的 也可以不一定是 譬如有些不含氧 但是也可以做到助燃功能 也提供了Oxidizer 效果 Fut-Florine 就是你刷牙膏有Florine 那种Florine的气体 其实是一种很有能力 将别人其他元素上的电子 拔过来给自己的一些元素 那我们就需要将这些燃料 和这些这样的助燃剂 在固态燃料里面 就会混在一起 就这样混在一起 它就不会爆出来的 就等于我们就这样 将一桶汽油放在空气下面 它不会爆的 除非你点它 对不对 这些固态燃料 就是它将这些燃料 和这些助燃剂 好好地混在一起 然后需要用的时候 才会燃点它 也不需要担心 它太热太震 也不好了 太多静电也不好了 另外外面太多辐射也不好了 但是它相对就会 如果你选择的材料 它会稳定一些 不容易突然爆 也不需要用冷却的装置 去冻住它 这种原因 就令固态燃料 攜帶会比较方便 但是它也有弱点 就是一点了 你很难回头 你基本上不能停 或者你停了 你想再点它 基本上就更加困难 这些就是其中一个固态燃料和液态燃料的分别 但是如果你说到武器层面 你射了出去的火箭 射了出去的火箭 你就不会收回了 而且就是万一有什么事 你不想要它 你整个这样的制领 它似我毁灭 就爆了算了 那你就不会说 需要它关掉引擎 然后再点着 就很少做这件事情 所以在武器层面 到这里就解释到为什么 我们其实一般就是用固态燃料多 刚才Larry 你说了 就是它的隐蔽性是一个问题 攜帶轻变是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 它真的 那个叫维持的装置 就少一些其他垃圾杂的东西去维持 所以就直接就令到它的攜帶方便了 这就是说到武器方面的固态燃料 就是为什么多用固态燃料的原因 如果我们说到液态燃料 虽然它是不方便的 但是它一定有它的优点 这是第一个点 还有另一个也想知道 就是中国和美国 现在它们在液态燃料 即是火箭推进的燃料的使用上 其实有没有代差 或者是它们的principal里面 它们最大的分别是什么 我想最大代差的时代都过去了 就是因为过去你要掌握那些固态燃料技术 就是不容易的 就是你怎么样去令它燃得很漂亮 就是我们看到固态燃料 如果就这样放一块炭在那裡燃烧 我们就看到没有什么要乱的燃烧 它就由外面燃到内面 但是我们在一个火箭层面的时候 它燃的过程很有趣 它就好像是一个 你可以想像是一个 刺子桶这样的图像 就由刺子桶的内部 一直由内部向外部这样燃烧 你拔刺子就外面一格格的 一路向拔就越拔越小 它那些火箭燃料 烧起上来是由内部开始的 内圈烧就一直燃到外面 那层烧到没有了 这个就是我们维持一个 一个比较好的推力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独特的设计 我们会有这样的要求 如果这么说 我们经常都观察到那些火箭 如果中国现在喷出来的那种红色那种 它其实就会不会 第一就是对环境性的和害会比较大 还有就 可能是会比较旧的 是的 刚才我讲一下又没有讲 当大家都掌握到固态燃料技术的时候 其实那个差异就会留下来 就是在你究竟用哪一种的化学物 来做你的火箭推进原料 其实我会说 在某一些的领域 尤其是你说的这些化工层面 用哪一种的化学物 能够做到武器或者火箭的效果 那是一些叫做化学工程的研究 某一些的领域 甚至乎是中国是都挺先进的 其中我们可能 以后有机会讲到一些的技术 就是我们这一箭就不讲住了 它有些叫做 比如说China Lake 中国的一种化学物 China Lake 20种化学物 听名字就好像跟中国很有关 但是其实这件事是美国先发明的 而且甚至乎说China Lake 这个地方就不是中国的 但是它本身的化学物 本身就是你的制作方法 基本上中国就会知道怎么做 然后它就尝试去开发 看看可不可以将这样的新的化学物 放在它做它的火箭推进 甚至它的武器那里 在这些领域来说 就是化学方面来说 它相对要求的研发的技巧 我会说 比起高能物理 和展物理来说 我相对来说 技术要求是相对低一些的 在这些化工层面上 我会说它们的差距不大 大家都有差不多的固态燃料技术 大家都有差不多的液态燃料技术 然后大家也有能力 去开发新的固态和液态燃料 来帮它做火箭推进 无论是太空的火箭推进 或者是武器的火箭推进 大家都会 我会说 这里的差异就不会很明显 我不敢说 真是有二一代来做差别 但是基本上 大家都给到差不多的推力 大家都可以进入太空 如果你说美国来说 我们之前有节目录过 就是说 说SpaceX的Starship 它是用液态的燃料 用到甲丸 和一些会有氢气 和氧气做载燃 都是用液态的 然后就用33支火箭 噴煮出来一次过燃烧 剩下来的就不只是化工的问题了 就是你有没有能力 在整个工程系统上 稳定地去穿 然后就忠意 随心所欲地 什么时候懂就懂 什么时候再穿就穿 这个就是在技术层面去控制 如果纯粹是化工层面 我就不会认为中国和美国的差异很大 这里又要再说 最近 比如说东风 应该是东风3B火箭 应该是东风3型的火箭 应该是 它都会用到一些相对比较 污染大的技术 我不会说这些一定是很旧的技术 因为主要 你找不找到一只燃料 它够足够的氢效 它给出来的推力够劲 那些东风3可以是一些干净一些的 譬如液态氢和液态氧的燃料 但也可以是一些比较脏一些 譬如今次中国的东风3的火箭 它都会用到一些叫做 我们叫做一些中文名叫做 云氨 云氨 这些有爆炸性的燃料 再加上一些 又是带很重的 淡气的 这些这样的作烟剂 最后一搅拌再点着的时候 它就会出了一个很厉害的 一些烧酸的一些烟 就是一些很浓的烟酸的烟雾 那出来就会将周围的东风3的烟雾 浓度很高的时候 就会拿到周围的一些烟雾 有红色的烟雾走出来 但是我只能够说 全世界你掌握火箭发射技术的 国家基本上它们都知道这些东西 用还是不用 但是一用的时候 对周围的环境评估你要很清楚 譬如中国今次 它特意都选了一个比较隐蔽的山谷 意思就是 那个山谷本身一定清空了 不是住人 就完全就用来做火箭基地 然后它们也都会比较肯定的 就是说这些比较有毒的烟雾 就会比较留住了 在山谷的上层那里就会消散 就由大气就冲散了 才会一路再去周围蔓延 相对来说 安全係数会高些 但是当然 如果你是周围的工作人员 或者不过去周围有人走过 你甚至乎是围观 那当然就不适合了 因为那个地方就会有太多毒气 就会很危险 所以就今时今日 如果你说真是一个很喜欢有人围观 很震撼性的那些太空计划项目 画面又要漂亮 你看到也是喜欢用那些氢同氧这些燃料 这些氢同氧的燃料 虽然你预了氢加氧就出水 但是其实因为那个爆炸都很激烈 最后出来都会有一些有害温室气体在那里 譬如说那些二氧化淡 它爆炸到弱的地步 连那些氢气都扯散了 是会产生一定份量的二氧化淡 那也是一种污染来的 但是那种污染就会比我们看到 那种红色烟雾的那种污染 就会小很多 因为红色烟雾港客 你说我们在佛罗里达 或者在德州 侯斯顿那样 你看着火箭上 其实很多客人 有位置有一些旅行团 搞了一些团 那些团友坐在那里看 火箭升空等等 那变成了你这些 红色烟是趕着客人 又没有人会过来看 这个是中国特色 就是不会有人去看的 最多就是在电视上拍给你们看 这个项目就特别不遇人看 我想也是一些 如果你是有些商用项目 就更加不遇人看 他又讲求那个隐蔽性 所以那些东西就会 扮求过经济效益 用到最有效的燃料 给到最好的推力 那火箭就射上去 大家都会知道 你选择哪一架火箭 都很视乎你做任务 攜帶什么东西的 轻一点和重 那枝火箭轻一点和重一点 你上面的负载多一点和少一点 都会影响到你决定最后用哪种类型的火箭 那当然又要计算成本效益 所以很多时候这些任务 新一些的技术和旧一些的技术都会用 然后就 但是我也都觉得世界的趋势 应该就是污染多些的技术就尽量少用 那反而就是应该会用多些少 液太氢加液太氧 又或者像上次Elon Musk的Starship 液太的甲苑 再加液太的氧 那出来的燃烧过程 加上燃烧物 就相对没有那么多 古力精怪的酸性和腐蝕性的气体 哦 那套回国内的一句话 就叫做人畜无害 真的出来的东西 就是见得人大得神 另外我们之后 这一节来到这里 之后我们会和陈博 在其他节目会讨论火箭推力的问题 比如说中国的火箭推力 听陈博之前说 他们现在一直都在研究一个叫做长征八 是吗 长征八和长征九 长征八就特别是说可以回收 然后长征九也是推力很厉害的 推力很厉害的 那级数仅仅仅低于先前SpaceX的Starship 但是我想更加重要的是 我们之后有机会要呼应一点就是 究竟中国在化工技术那里 它用了什么苦工 来尝试令到它的炸弹或者火箭更加强 我也是更加想说这件事情 是的 所以我们在之后的节目 就帮大家去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大家想快点听到 你记得在下面留言 你帮我们讲加一 好吗 这样我们就尽快录给大家听 好 那我们这一节先来到这里 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 包括大家看广告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PATREON频道 支持我们的君母老虎 另外也可以透过Payme 和转速快支持我们 好 那我们在其他的世界防卫消息 和沃克兰战报 再和大家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